車水馬龍朋友,大家好。我是BMW公關Cindy,歡迎大家今天來到BMW2系列Active Tour新品發表會。 那今年BMW持續秉持過容妥協的運動精神以及純粹的駕馭樂趣,推出全新世代的BMW2系列Active Tour豪華運動跑旅,總代理范德導入了兩種車型分別為220i以及220i Luxury版本,售價分別為172萬以及189萬。 那我們現場看到的就是220i Luxury的車型。 在外觀的部分上大家可以看到現場的這一台220i Luxury版本比起上一代的車型有非常大的改變。 除了有更放大的八角形雙盛型水箱護照以及更俐落的車身線條以外呢,在局部細節也有非常大的不同。 而像220i Luxury版本更注重了車身細節,增添了Luxury Lite風格套件。 那風格套件裡面包含了17吋V浮式輪圈,前保桿雙側霧銀進氣口以及前後保桿霧銀飾條。 而且還有斷面鋁直窗框,這些全部都是Luxury Lite風格套件中的一環。 那更流線型的車身上還有平整化車門把手以及最後的電動尾門起臂系統都讓車主在使用上更安心以及便利。 而40、20、40分離可傾倒的後座椅背也高達了1405L的後箱空間,讓不論在通勤或是出外旅行都可以非常的方便且舒適。 再講到動力部分,此次搭載的是48V高效複合動力引擎,可以輸出170匹最大馬力的輸出。 那在科技配備的部分,我們首次導入了純電豪華休旅iX中的頂尖科技配備。 那由10.25吋的數位儀表板以及10.7吋的中控觸控螢幕所組成的一體式曲面螢幕, 以及iDrive 8.0互動者使用介面都是消費者非常期待的部分。 而220i Luxury版本更是搭配了AR擴增導航實境系統,尤其這又是同機唯一的配備。 讓所有駕駛都能在導航的過程中不受任何的困擾。 在內裝的部分呢,這次則是刻畫出了更為舒適而且機能性的空間。 全新的懸浮式排檔座以及拨桿式排檔設計,都是這次全新的設計。 不但減少了物理旋鈕的數量,也增添了下方儲物的空間。 在選配的部分,我們這次可以選配的是後排座椅。 透過前後滑動的方式,增添13公分的空間。 也可以調整椅背,讓車主能更巧妙的安排他的車室空間。 而除了220i以及220i Luxury版本,在現場的則是220i M Sport版本。 那他選配的套件有M跑車電子化懸吊系統,然後還有M空力套件。 還有M Sport的專屬輪圈。 那大家可以看到最特別的是,他還選配了黑色的窗框以及黑色的水箱護照。 這都是讓M Sport感覺更氣派更有運動基因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